大家好,我叫Baron 欢迎来到我的健身视频 那今天呢我们想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蛋白粉的问题 身边健身的朋友都会问说 这个蛋白粉到底能不能喝 是不是必须的 蛋白粉会不会变得很粗 然后脸会不会变得很肿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都不是需要担心的 首先呢就是 蛋白粉它不会让你的身体变粗 身体变粗我们后面会讨论到 那你要想变得很粗的话呢 是需要很严格的训练计划 还有控制饮食的 脸呢也是不会因为喝蛋白粉而变肿的 只能说你自己吃胖了 对吧 这个和蛋白粉没有关系 那么蛋白粉呢 对于健身人来说 其实不是必须的 属于一种supplement 就是辅助的功效 举个例子 像我现在这个身材 我一天要吃200克的蛋白质 OK 是protein不是蛋白粉啊 是200克的蛋白质 那么我要喝多少蛋白粉呢 那一般的蛋白粉 一勺里面是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的 我如果要吃到 吃够200克蛋白质来保持 并且增 增肌的话 那么我需要喝差不多10勺左右的蛋白粉 你认为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那么我平时呢 是不喝蛋白粉的 但是我有蛋白粉 我喝蛋白粉的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比如说我晚上现在12点了 睡觉之前我要吃一餐 但是呢 我不可能说去整一块大西胸肉 然后再吃点面包 这样我睡不着 因为这个肚子里有东西 那么因为我吃不下了 所以呢 但是我又需要营养物质 供我睡觉的时候燃烧 还有补充修复肌肉 所以呢 我会在睡觉之前喝一勺蛋白粉 或者是说呢 就是你训练前一个小时 尽量是 就是说你训练前应该是要吃一餐的 这样的话你训练的时候就有能量给你提供 就有食物给你提供能量 然后 我不可能说训练之前一个小时 我吃一个三明治 那我训练的时候消化不了 我可能做重量的时候我就想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也会喝一勺蛋白粉 这样的话呢 就提供相对的能量 而且呢 又不至于说你 你睡觉的时候太撑 或者训练的时候 胃力食物太多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 大家也知道 就是你健身的时候 你肯定要自己煮饭的 但对于我来说 像我一天六餐 那么 我在加上还要写作业 还要复习 还要做一些别的事情 那么有时候我是没有时间来做饭的 所以呢 没有时间做饭的情况下呢 比如说 我的肉 鸡胸肉忘记煮了 然后我也不想煮 我太懒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 咬一勺蛋白粉 喝了以后 就着我的主食来吃 所以蛋白粉呢 在健身的时候 不是必要的 那么你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应该是各种的肉类 比如说鸡肉 火鸡肉 火鸡胸鸡胸 牛肉 猪肉 鸡蛋 牛奶 像这些都是 较好的蛋白质来源 然后呢 像比如说 你像我 我一天吃六餐的话呢 我会有虾 有鸡肉 有牛肉 有鱼 但是不是就是 但不是一天下来 就只是一种肉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蛋白质里面 它有很多种氨基酸 你为了一个 完整的蛋白质的话呢 你需要摄取 尽量多的肉类 因为每种肉类里面 含有不同的 不同种类的蛋白质 不同种类的氨基酸 所以你需要摄取 各种各样的 才能保证你一个 完美的蛋白质 感谢观看